大家好 我是张鸾音医师 国内疫情趋缓 但是也不可掉以轻心哦 请海外回国者先通报 如果有下列情形就需入住防疫旅馆 一 家中有65岁以上长者 6岁以下幼童 慢性病患者 2 没有含卫浴的专用房间 以上两者回国前请先完成订房 如果与家人同住 而生活空间可以确实区隔 且有含卫浴的专用房间 可以选择在援助所进行居家检疫 请在入境时主动声明 申报不时者 最高可罚15万元 短期商务来台者请预力入住防疫旅馆 最后请民众配合政策 守住防疫阵线 共同维护大家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投资朋友 大家好 高兴今天又来到了我们这个股市之宝 那我想整个最近的行情 这个就是也可以说这个 也很熟悉 长长长长长长 有的时候今天去降的 没一定明天在降 当然这个行情我陈老师跟大家谈到过 就是说当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选择 对不对 外资有外资的选择 投信有投信的选择 那你也有你的选择 对不对 有人喜欢吃大餐 有人喜欢吃这个小菜 是不是 那我是比较喜欢吃小菜 小菜就是小古本 那很多人喜欢吃大菜 是不是 那我不跟大家谈基本面 跟你讲说到底这个产业怎么样 怎么样 我是觉得 今年的行情说句实在话 最重要你要记住 我讲了几句话 就怕卖飞了 其实就是这几句话 是最直接了当的 你不要一直的去想说 一万四这边是不是高点 我已经讲过好几次了 你等到真的过去了 甚至以后涨到 不管涨到多少 你会发觉到这个位置 我为什么会没买 只是说你买的方向 你买的方向 你一定要看未来 我昨天我在电视上 我直接跟大家谈 拉近一点 没关系 一个被动元件 一个光学 一个细晶圆 那被动元件 包括国具华星科 这个就是一线的 这一线 对不对 那你当然你还可以去选二线 那光学呢 就是包括怎么样 我已经讲过了 光学对不对 就包括郁金光 大力光 这一线的 那第二线的什么星聚科 什么巴巴巴巴巴 什么光 什么光 对不对 这是二线的 那另外一个细晶圆 就是怎么样 一个就是中美晶环球晶 那中美晶环球晶之外 其他二线的细晶圆 就包括 什么合金 加金 什么金 什么金 对不对 我昨天已经跟你讲过 这三个族群 它绝对是未来 我个人认为 这就是我自己看 你不要当一回事 你不要当一回事 这是我自己看的 我认为12月到2月 拜登我已经讲过 我昨天已经讲过 上看 新冠上任三把火 我认为会去三个月 那你要认为说 涨三个月指数会涨到哪里 我不敢讲 好不好 有人看这样 有人看这样 有人看一万四 有人看一万五 有人看一万六 有人看一万七 我不管 我就跟你讲 时间上 我个人认为 会涨到明年的过年 也就是12月到2月 所以我也欢迎老朋友回家 你不要说 陈老师 现在去那拐 我不敢买 这样我们就不要看 不要看节目了 那还是说 陈老师 你站在这 我还等两个月 我们没年过完再来算 你没年过完 你是要来对他办康 所以我个人认为 拜登上任先看三把火 新冠上任三把火 所以我就跟你讲 拜登上任先涨三个月 我不要跟你谈说 什么涨半年 涨一年 什么鬼扯蛋 对不对 我也不要跟你讲 这个涨到哪里 我就跟你讲 拜登上任涨到2月 就这么简单 就是涨到2月 那据说2月以后 我们再来变看 你这三个月 你探有够就有够了 你不用等到说 要等到当时 对 那我昨天我也在节目上面 我也跟你谈到这个东西 我说你拿一支笔 这都是我昨天在节目写的 对不对 被动严件一定要注意 被动严件当然 他的龙头就国具华星科 对不对 那光学 光学也要注意 光学的话 就包括玉金光 大力光 那当然还有一些 什么星聚科 什么光 什么光 金国光 什么光 对不对 那另外来讲的话 就是包括 这个细晶元 就是中美金 这个相够清楚 中美金 中美金 那环球金 环球金 对不对 那另外还有包括什么 合金 加金 这个都是要注意的 所以你以后 当然太阳人 太阳人那个已经长那么多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 未来可能合金 加金 他搞不好 会长得比元金更多 这很难讲的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 这三个族群 那这三个族群 都很有机会大涨 那这三个族群呢 都会轮流涨 他可能不见得会一起涨 但是会轮流涨 那我认为这个是 未来 未来之罪 我刚刚应该想到这里 持二位到二位 好不好 那这是我的看法 那我陈老师 我不要跟你谈过去的辉煌的历史 他那个没有意义 你旺旺旺旺 早就跟你讲 不买 原相精彩 早就跟你讲 主力出不掉 你不买 对吧 那还有包括什么 包括 这个什么 什么四星KY 什么 什么一大堆的 对不对 那你不买 爱扑 你也不买 那这个东西 我不要再一再的跟你再重复 是不是要再买爱扑 是不是要再买什么 什么四星KY 是不是要再买原相精彩 是不是 这个都讲了八百年了 那之前有人在办康 一直在办康 现在大家都说 都做多嘛 那我要跟你谈的是未来 也不是说你今天看到太阳能比较强 还是看到什么 我昨天也跟你谈到过 载版第一个 你先想要就是紧硕 为什么 你就记住硕这个东西 紧硕 这个硕和国硕 这个都是硕 对不对 金硕 就记住了 这个硕怎么样拉回来 都是可以买的 你相信我 我不会骗你的 好不好 那这个就是我昨天讲过的 所以你看看 我就跟你讲过的 这些东西 你要慢慢的注意了 对不对 那你看看 比如说今天来讲的话 这个行情 很多的东西 说陈老师 你介绍的股票 我没要买 不是说你没要买 你爱买的问题 不是说你爱买 不爱买 对不对 来来看一下 新Polo 新Polo 这个创新高 真的啊 创新高啊 来拉近一点 它会起来 为什么 你看1.7亿 涨到117块 来拉近一点 你看哦 1.7亿 的小股本 起来117 117块 你没看到 117块 这是怎么起来的 对不对 所以我不是跟你讲吗 你现在看到援金 看到达能 看到什么 就好像在这边混嘛 看到援金 看到达能 然后在这边20块 起来40块 对不对 那他为什么 他今天可以长到117 对不对 你看到太阳人都在这边 差不多都在这里 他已经到这里了 为什么 因为什么 股本的问题 他才1.7亿 他才1.7亿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你别问我 我今天跟你说的东西 绝对有我的道理 这到底 好我们来看一下 朋友的威力无穷大 我再跟你说 小心这以后的威力 等人家都不好 你小心他还会威力无穷大 你看今天 再创新高 再创新高 为什么 很简单 股本怎么样 比辛普罗大一点 3.9亿 3.9亿 3.9亿的股本 你看看 拉成这样子 肩债创新高 朋友的威力无穷大 对不对 那我昨天 我早上在节目 我怎么说 我早上在节目 我怎么说 一个被动元件 对不对 一个光学 对不对 什么预金光 星际科 对不对 一个矽金元 中美金 环球金 中美金环球金 简单 讲过 我陈老师昨天 讲得很清楚 新剧人 这说多久 你这动作我 新剧人 今天 真的 这不就光学吗 这不就二线光学吗 难道这是三线光学吗 新剧科啊 烤不烂烂了 一会起来啊 那为什么 新剧人 我敢不说过 我没讲过 小心以后成为大剧人 我都讲过 只是今天各位投资朋友 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真的用心 在看我节目吗 你有没有一致的 尽量的往股本 小一点的 去focus 这也同样啊 开妹 对哦 你有没有去focus 这个东西 你有没有把我的话 当成话 还是你每天只会跟着 投信法人 外资买 我陈老师常跟大家讲 对啊 青菜萝卜有人爱啊 对不对 豪华大餐也有人爱啊 牛排有人要吃 牛肉麵也是有人在吃 我爱吃牛肉麵 我没爱吃牛排 陈老师啊 我买一定要买那法人大买的 我买一定要买那外资大买的 我买一定要买那个 啊这个基本面好的 我买一定要买那股本大的 我都说没关系啦 你吃牛排 像我这个 我爱吃桃園街的牛肉麵 牛肉麵怎么 小小银子就好了 桃園街的牛肉麵 比你大饭店的牛排 还要吃吗 不会嘛 对哦 我们这桃園街的牛肉麵 一碗 对哦 也没有多少啊 你去大饭店吃牛排 对哦 几千块 要几十千块 我们这桃園街的牛排 那些桃園街的牛肉麵 对哦 也不错啊 对不对 那一定说 要买那个股本那么大的 那法人那么爱的 什么今天都很讲基本面 那我就说 那这唯一的选择就是台积电嘛 我很喜欢大家买台积电 可是说句实在话 我不买台积电 我很喜欢大家买连电 我也不太爱买连电 我喜欢大家买鸿海 我也不太爱买鸿海 我喜欢大家去买 最近的航运涨很多啊 我不爱买啊 我就是没有啊 所以什么万海长龙 都会赚金高 我没有啊 那是要怎么厚高 对吧 你怎么买就怎么买吧 对不对 我们这个新普罗玩玩就很好了嘛 这怎么没涨呢 1.71而已 来拉近1.71 对不对 新普罗 这个很好啊 这是哪里不好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这就是未来的族群 所以包括 被动元件一定要注意 包括有微科 有没有 那俩朋友的威力无穷大 陈老师这不记得啦 你不要搞笑 你看今天长成这样子 多少人给我卖掉有微科 多少人给我卖掉凯美 多少人给我卖掉吃饭 多少人给我卖掉什么 通家 家威 多少人给我卖掉爱普 我陈老师一直的跟你讲 这股票就是有人要做 对不对 精裁原相也是一样啊 那个根本就不用去管他基本面 老闆就要插股票 你不要以为四星KY最近正一阵 你不要以为这个 精裁最近正一阵 你不要以为这个 这个人家人是要扭嘛 我早已经跟你说过嘛 同志人需努力 这件公司的老闆没做到300块 我不能跟你讲人家要干什么 我当然有消息啊 那这都主力在做的啊 那些都是主力啊 那个同志主力都爱做啊 你知道那个同志以前 同志人需努力 那个同志 革命上位成功 那个同志 以前去我500耶 去我500 倒下来 倒下来 算30块而已 你就看那个股票 就是主力在插的啊 我就跟你说 人的这般人 要到300嘛 那同志以前去我500耶 500倒下来 算30耶 我30叫你 我说人还要去炒一波 我第一个在讲革命上位成功 同志人需努力 没有人要讲 我以前在讲的就是 陈老师啊 没人要讲 现在大家都在讲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长到100多了 100多要够嘛 这种公司啊 以前啊 这家公司你知道吗 这家公司就是一大堆的主力在炒啊 这个同志人需努力 革命上位成功啊 这本来就是主力在里面搞的嘛 你不要跟他讲什么车用 什么狗屁用 我跟你讲 以前那个瑞姬啊 那个生气那股 那个瑞姬啊 也是什么快塞几万计 快塞几万计 炒到500多块掉下来 现在一百万人要十二 现在是怎么不快塞啊 一年到来 你现在还敢去买南六吗 你现在敢去买恒大吗 我以前还跟你讲 那恒大有一定会变很小 为什么 买口罩买什么 你去看一看现在恒大 这些乱七八糟 能买吗 南六 我跟你讲 你知道你现在去每一个 这个pharmacy 这个药局看一看 我跟你讲 那个口罩 摆成这样 大家都 大打折 什么颜色都有 恒大变很小 你现在 现在会缺货吗 你现在去每个药局 看看 对不对 都口罩买成这样 都堆得跟山一样 那怎么会长 恒大变很小 对不对 瑞姬变成小姬 对不对 瑞姬 现在花同志 港关艺术 同志以前 最早一批主力炒到500 跌到剩30 现在再拉起来 这种就是标准的主力股 为什么 你不要跟我讲车用 我今天讲的 你也要做车用 我直接去美国买特斯拉 那叫名声言顺 我在台湾买车用概念股 那叫炒作 红海 红海 郭台铭也说要做车 要做电动车 人家还自由品牌 你怎么不去买红海 没有 我现在要去买 那个跟那个特斯拉相关的概念股 狗屁 我跟你讲 那你直接去买美国特斯拉 你干嘛买台湾的特斯拉概念股 因为我提供货给他 特斯拉涨为根的涨 那万一哪一天特斯拉万一大跌 所以这就是炒作啊 同志人需努力 这本来就炒作啊 以前从500块掉到30 现在30再拉上来到300 我不到300 现在到100 100多 160 我跟你讲 这个绝对不会结束的 我听人说 这是听人说的 我们就不能讲目标价 3XX 4XX 这样说 这样说得到 30块而已 我在30块说 同志人需努力 没人要理我 那爱普 那爱普黄冲人的爱普 我50块再讲 没人理我 这什么烂股票 去年亏损 前年亏损 每年都亏损 爱普 爱普 每年都亏损 现在变成怎么样 IC设计概念股 台积电概念股 反正就是扯就对了 就是在那边胡说八道 在那边扯 我正好是常常讲啊 你要买苹果概念股 你可以直接到美国去买Apple啊 你要买电动 特斯拉概念股 你就直接拿钱到美国去买特斯拉 叫名正言顺嘛 你台湾在那边一大的火 其实业绩也不好 有的人卖特斯拉的供应商 我给你讲卖一台 他赔一台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特斯拉说要降价 结果这一降价了 以后大家所有的供应商 玩真细啊 卖一台亏一台 你现在给我 因为特斯拉股价飙 台湾的所有的特斯拉概念股 台湾所有的车用概念股 全部在那边狂飙 对啊 你那时候瑞基不是一样吗 生气股王啊 瑞基啊 现在变小基 那时候恒大现在变很小 对那时候中天合一 现在怎么样 也被下台 中天电视台也被 对中天合一 我看也不行了嘛 韩国瑜炒了一波 对不对 蔡野民炒了一波 中天合一 现在变成什么天啊 对啊 恒大变很小 对吧 南六变成 变成小六 对不对 这个瑞基变成小基 对不对 你现在来跟我说 他已经三十块起到百六的这个同志 我就跟你说啊 这波人就是要这样啊 同志仍需努力啊 我陈老师我今天为什么不跟你讲基本面 你知道 骗人的嘛 骗人的啊 真的就骗人的啊 所以我今天我跟 有人说陈老师啊 你如果没说 没在说基本面 你是在说什么 这是三小 我都在这三小 你又买就对了 你就管得多 都买掉啊 都买掉啊 没有一个有啊 没有人有啊 为什么会没有人有 这老人家就是老板 爱炒股票嘛 你在那边跟我那边车什么 讲基本面怎么讲啊 都卖了啊 没哪一个不卖呢 谁有这个东西啊 谁有这玩意儿啊 谁有啊 陈老师啊 我都卖掉了 你介绍的 我都卖掉了 陈老师啊 我都卖掉了 对啊 卖掉就卖掉了 那你还跟我讲什么 你也不买啊 竟然说 陈老师啊 我最近好想买 开妹哦 你是不是要买 请问这想买 你等下这都在做什么 都在这生鸡蛋 很多人这波 都赚不到钱 对不对 陈老师的节目也在看 老师在那边想来想去 想来想去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大了呢 陈老师啊 这猜不到 你这什么东西啊 猜不到啊 猜不到 八月十八月在哪 猜不到 今天看一看 哎呀 怎么这样啊 1.7的股本 今天变引来拉近一点 变成117 再创历史新高 我陈老师 今天各位投资朋友 听好了 我给大家三只股票 一支是光学 一支被动元件 一支细晶元 这三只股票 我个人认为 你不要问我 有没有消息 一支光学 一支被动元件 一支细晶元 听好了 我今天要给大家 免费给你三只股票 一支二线的被动元件 一支二线的光学 一支二线的细晶元 如果这三只股票 在这三个族群里面 不是他未来标最凶的 你来找我 我把慧琪退给你 我今天给你这三只股票 我跟你讲 你就记住了 一支二线被动元件 一支二线光学 一支二线的细晶元 这三只股票 都是二线的 甚至到三线 如果这三只股票 如果未来 这三个月 十二月到二月 你现在你可以去买窄板 你现在可以去买太阳人 你现在可以去买PCB 你现在可以去买IC设计 但是 我认为未来反而会涨 现在没有涨的被动元件光学 跟细晶元 这是我认为 反正我讲的你也不听 你也不听 你现在都去追人家 人家强的 IC设计涨到半边天了 享受不买 享受三百块再给我放空 每天跳水 对今天来到了一千六了 所以要看好IC设计 他说的那边收尾 对不对 南电 南电说实在 你五十块的时候 每天看空 现在南电来到接阿公 他看多 陈老师我不要去谈那种 这是什么老师的 南电在五十块之后 每天看空 享受IC设计 不要讲四星KY那些的 对不对 系列 在三百块的时候 享受每天只有我在那边 母亲的 这个恩哲 对不对 吉祥的说 每天看空 现在享受在床 他说他看好IC设计 看得万五 我真好是 我跟你讲一句话 那不是我要干的吧 我今天跟你谈的 这个都没涨过 都没涨过 而且都不是现在大家热门的 大家也不爱买的 你慢慢看 中美金环球金 新剧科 郁金光 国剧华新科 你慢慢看 我先给你三支股票 如果这三支股票 在这三个族群里面 未来涨幅不是No.1 不然第二名也好 我下台举功 我没有消息 今天给大家 就一支 你慢慢给我看 来拉近一点 未来会不会联合大家一起发光 未来会不会 你等着看 他说陈老师 信保罗金都没没 如果没用 怎么去到这样 新剧科也同样 有位科也同样 你慢慢看 这一家公司 未来公司派会不会有大力多出现 会不会有你意想不到的大力多 我跟你讲 现在要买 就买人家不热门的 现在要买 就买人家不注意的 你等到这些都已经涨上来了 你怎么去注意 联合大家 一起发光 跟着拜登就任 先涨三个月 各位今天新冠上任 老朋友 赚最多专案 只要来店不要多问 好不好 三支股票送给大家 另外 第四支股票也送给大家 今天四支股票 把电话打到爆 把电话拨到不能讲 好不好 我们下个阶段再回来 168第四季冲刺班 最好的时代 最佳的时机 让您动足先机 全盘掌握 冲刺专线 02-8511-3366 02-8511-3366 顶业投顾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 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 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业投顾 全心照顾 02-8511-3366 投资的至胜关键 买进未来的机会 再拼人生高峰 请直播 02-8511-3366 全球财经台APP 直播选播 随点随看 财经资讯 一手掌握 搭乘捷运 照看不悟 改变收视习惯 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各位 看未来三个月 今天电话给我打到爆 我叫你打到爆 你们听到 被动这一支 矽静元这一支 跟光学这一支 你来找我 这三支股票 不买对不对 以后有没有大力多 不买有没有大力多 不买有没有大涨 不买有没有大力多 小心未来大力多 好好把握 谢谢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